Hello,大家好,欢迎再次光临芭比厨房哦 今天的芭比厨房呢,是由我老公去跟大家分享一道义粉 这道义粉呢,非常简单,而且小朋友特别爱吃 所用到的重点食材呢,就是新西兰的安格斯牛肉香肠 新西兰的牛肉真的是超正的 有机会大家来的话一定要品尝一下 食材部分呢,还有就是这个手工义粉啦 没看清楚的话也没关系哦 接下来我会一一跟大家说的 香肠的外面呢,有一层羊肠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羊肠呢,给撕掉 在香肠的中间呢,切一刀 这样子呢,就有便于等一会儿撕香肠 只要轻轻的一刀哦 把羊肠处理掉之后呢 就把香肠用手捏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接着就处理番茄的部分了 换一个菜板 我们把番茄切成小块 老公在做饭的时候,我通常都喜欢坐在吧台这边看着他切东西 因为我觉得他的刀工很精湛 接着呢,就需要准备一些蒜末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不吃大蒜的呢,也一定要记得放蒜哦 因为这个是做益粉的精碎呢 食材部分就是这么简单啦 接着我们开始煮益粉咯 煮上一锅水 水煮开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撒一些盐下去 这样子呢,益粉就不会都粘在一起或者扒锅咯 而且这样煮出来的益粉呢,自身它也会带一些味道 益粉呢,就让它煮着 接下来我们就到炒的部分咯 首先呢,先倒一些油,倒锅中 油热好了之后呢,我们先爆香蒜末 哎,真想让你们透过屏幕闻一下这个香味啊 超级香的 这安格斯牛肉香肠呢,本身它里面就已经加了一些调味 所以超香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番茄也倒进锅里 一起翻炒 炒两下呢,其实就可以把刚才的番茄罐头倒入锅中咯 我买的这个番茄罐头呢,里面是有特别添加Bezo 也就是罗勒,台湾好像是叫九层塔吧 接下来呢,我们会撒一些Parsley 也就是荷兰芹碎吧 这里我们买的是干的 如果你可以买到新鲜的话,就更好了咯 接下来呢,我们再撒一些黑胡椒末 调料都放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盖上盖子 焖煮一下咯 哇,打开盖子的那一刻香味扑鼻而来 超香的 难怪孩子会爱吃 好吧,接下来这个我实在是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它是Tasty Cheese 然后就是刮一些到锅中 这样子呢,可以让整一个酱汁呢,变得稠一些 煮到这种稠稠的程度呢,就可以起锅咯 小朋友吃多少意粉呢,就拿多少意粉出来 接着就是放酱汁咯 酱汁的部分呢,也是适量 不要放太多,也不要放太少 刚刚好就行 都盛好了之后呢,我们再磨一些Tasty Cheese 在这个酱汁上面 这样子呢,整一个意粉出来的味道会更香一些哦 喜不喜欢吃Pasta 喜不喜欢吃爸爸做的Pasta 不喜欢吃爸爸做的Pasta 喜欢 我也喜欢妈妈做的Pasta 我也喜欢爸爸做的Pasta 好,那我们吃咯 看两个小朋友吃的津津有味的 好不好吃 是你跟着 stopped 喜欢吃 好吃 Parallel 宝宝 魚 乜 咳咳 咳咳 嗨J 你饿了没 这一期的芭比厨房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你们喜欢吧 下一期呢我们会分享大人吃的意粉哦 密切留意芭比厨房的更新吧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